大家好,我是李老師 歡迎來到今天的圍棋地下室 地下二樓,AI無法到達地下二樓 好,那麼這是上次的題目 我們今天來看看它最後會變成什麼動物 首先呢,我們要救出這兩顆黑棋 就必須要吃到這四顆白棋 那我們試試看,直接吃,直接抓看看 好,黑棋叫吃,白棋黏,黑棋挖,白棋擋住,黑棋叫吃,白棋提掉 這時候呢,你想滾打包收可惜,這邊進不來 那怎麼辦呢,我們必須要強迫白棋這邊再多一顆 這樣子就可以滾打包收了 好,那我們倒帶看看如何讓白棋這邊多一顆 好,很多人會想到呢,鋪看看 好,鋪的話,提掉 叫吃,連接 好,這個時候挖呢 很可惜,白棋不會擋 白棋如果擋 就被滾打包收,它就完蛋了 但是白棋這時候有個厲害的下巴 它往後一退 好,黑棋又失敗了 好,所以說,不要急著鋪 不要急著鋪這一下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答案是先挖 好,等白棋擋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鋪 這樣就成功了 你先挖它總不能退吧 退的話,叫吃就直接接不歸了 所以它不能退,它擋 這時候我們再鋪 好,白棋提掉 黑棋叫吃 白棋連接 這時候就可以滾打包收了 叫吃提叫 黑棋叫吃 白棋連接 叫吃 陶 叫吃 陶 最後呢,把白棋全部吃光 吃掉之後呢,我們會發現這就是一隻小狗 好,有沒有人答對了呢 好,小狗 最後我們再出一題 好,大家先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一次的題目呢 它是一個食物 好,大家猜猜看是什麼食物 好,那我們再下一集呢 再來公布 好,那它考的呢 其實是連接與切斷 如何連接的一個問題 好,如何把這兩顆黑棋救出去呢 好,那還有第二道關卡是 請問這是什麼食物呢 好,今天到這邊 結束了